植物大展教师二 冷知识大考验 1.一点也不冷 第一题 眩晕洋葱的头顶上有几根毛 想起来了没 答案是三根毛 你答对了吗 2.不太冷 第二题 看这个坚果 我们日常中提到的坚果 是杏仁 核桃等等这一类零食的统称 那么坚果这棵植物的原型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是核桃 你信吗 3.有点冷 第三题 莲小棚其实就是一个莲棚 那么它的顶上有几颗莲子呢 你注意过没 等等 答案是六颗莲子 你答对了吗 4.好冷 第四题 可以捡能量花喂能量斗吗 想啥呢 能量花连能量斗大招都没有 怎么可能给它喂能量斗啊 它自己就是能量斗啊 等等 这不是大招是什么 5.非常冷 三月草可以吹飞普通飞行员僵士吗 答案是 怎么吹都没有用 僵尸双脚可没离地哦 6.冷极了 这是寒冰射手 这是埃及巨人僵尸 寒冰射手发射的是寒冰豌豆 第六题是这样的 如何让寒冰豌豆变成蓝火豌豆 寒冰豌豆和埃及巨人僵尸之间到底有什么呢 想到了没 答案是 一个火炬树桩 和一个开了大招的火柴全手 7.冷到炸 第七题可就难咯 画面中这四朵花 谁的花瓣最多 是大王花 水仙花射手 跳转界面的小花花 还是原始向日葵呢 花瓣最多的是原始向日葵 总共有9片花瓣 8.冷到没朋友 话说 坚果 高坚果 全息坚果 原始坚果强和爆炸坚果 这五棵植物里面谁最强 注意了 这道题的答案冷得超乎你想象 答案是 原始坚果强 谐音梗够不够冷 有一天我告诉一个老外 这棵植物叫地聚草 他不信这是一棵草 他竟然说出了另外一棵植物的名字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他说的是植物草 哈哈